当巨人来到现实世界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腿长800米高的女巨人 正在城市里肆无忌惮的溜达 那是每跑一步都会地动山摇 这个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更可怕的是女人一跨就是5000米 这惊人的一幕 让所有消气者都开始减速慢行 就在刚刚下水道里诞生了一个女巨人 她缓缓的站起身体 然后轻人一举的跋下一棵大树 充当起了扇子 女人优雅的走在大街上 引来无数人的围观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巨人 她想喝水 直接就拔下了5万吨的铁桶 咳咳就给干了 随后还不忘擦擦嘴 可她还是太热了 巨人想洗个澡 于是她跨过5000米宽的大桥 这让好奇的小汽车都忍不住慢行 究竟在看什么 我也不知道 随后巨人就来到了水边 显然这海边根本不够在洗澡 可你绝对想不到 这居然是电影 大家都在好奇的观看 巨人的一举一动 直到巨人把大海都玩没了 临上80度的天气 让巨人越来越渴 巨人再也跳不动了 她必须找到新的生存环境 于是她一吹 大风居然隔着屏幕 挂进了现实世界 下一秒 女巨人就从屏幕里钻了出来 我的妈呀 这也太高了 巨人好奇的捡起小汽车 拼命的晃动 一看啥也没有 就摔到了地上 但渺小的人类可都被吓坏了 疯狂的四处逃窜 巨人觉得没意思 于是又钻了回去 千万不要打开这个空的外卖盒 否则会出现可怕的事情 可一个女主播偏偏不信 她打开一看 是空的 上面还写着想吃什么 写在纸上 放进去就会想要啥来啥 主播只是写了个烧烤 放进了盒子里 结果下一秒 巨大的白光闪过 居然真的出现了一盒的烧烤 还是刚刚出锅的那种 女孩害怕的舔了一口 嗯 味道还不错 一种牛肉味的羊肉 是越嚼越香 就连纸头上的味道 她都不放过 可烧烤刚吃一半 女孩就又想到了好主意 于是她撕下了一块卫生纸 卸上高级寿司 就丢进了盒里 随后一道白光闪过 真的出现了美味的寿司 鲜美的味道 让她越吃越快乐 可她却一块只咬一口 就丢进垃圾桶里 贪婪已经让她忘记了恐惧 吃完寿司 她又想要龙虾 不出意外的 她就得到了 女孩疯狂的啃食着 可她绝对想不到 威胁也正在悄悄来临 因为女孩又有了新的目标 她在手机上 搜出世界上最贵的食物 是80万只有一小勺的鱼子酱 她想把自己的假维生素 变成鱼子酱来卖 可她刚想要去写 纸却不见了 于是她把自己的假产品盒 拿下来写上鱼子酱 就这样 女孩把80万以上的鱼子酱 装进自己的瓶子里 去网上兜售 为了以假乱真 女孩夸下海口 可刚说完 女孩就流出了笔血 下一秒 她就直接晕了过去 嘎了 原来她为了直播效果 吃了很多瓶假的产品 因为虚假欺骗 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 所以千万不要做坏事 男人的脸上 长了个被诅咒的绿色黄豆 只有一点 就会瞬间出现100枚金币 开始的时候 男人还有点不信 于是又点了一下 哎妈 这不发财了吗 于是男人开始疯狂的点豆豆 可她绝对想不到 只要点够5000次 她就必死 直到金币摆满了整个卧室 她才肯停手 觉得男人高兴 自己一夜暴富时 突然脸上又出现了个豆 我的妈呀 比原来还大 这一点肯定能出现金元宝 男人激动的一点 哎 我的妈呀 金币全没了 吓坏了的男人 赶紧又开始点豆豆 这下好了 饭也不吃 叫也不睡的 开始打豆豆 直到金币又一次 堆满了整个屋子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脸上 居然又多了个豆豆 妈呀 这豆豆 是点还是不点呀 强炮中的 我必须替她点 于是男人居然长出了胡子 笑得男人赶紧挂跳 结果却越挂越多 更可怕的是 男人每长一次胡子 自己就会缩小 变老一寸 周身的毛发 也会长辈的增长 男人彻底疯了 她想去拿自己的金币 可就是衰老的 一动都动不了了 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金币 小花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健康和金钱相比 男人选择了健康 于是她点了那颗 头上最大的绿豆 瞬间所有的金币都消失了 可长过一夜暴风的天头 又怎么会甘心平凡呢 于是男人又开始 想要点豆豆 故事的最后 是男人的一生 凄厉的惨叫 你猜她是点了 还是没点呢 风风也抵挡不住太阳 这时士兵发现了一只小羊 尽管满身的毛 却十分透气 并且一点山味没有 下一秒 男人就把羊毛换到了身上 哇 这简直香极了 但羊毛衫可不是 五十世纪才有的 在远古时代 人们就为了抵御寒冷 不仅用瘦皮来取暖 还发明了这种 用羊毛制成的衣服和鞋 到了现代 人们不再像以前 用厚厚的单衣 而是用轻柔的羊毛 做成各种更轻便 透气的棉线制品 因此更多的运动爱好者 喜欢用棉质的运动装 更因为绵羊 每年都会退毛两次 因此作为可再生资源 价格也就更加的亲民 那你还知道哪些 你喜欢的用品 是用羊毛制作而成的呢 一顿双胞胎刚来到山顶 争夺地盘 结果他们的羊 却成了好朋友 双胞胎赶紧把他们分开 结果却越分越分不开 看着快乐的样子 像不像冰雪大世界里 愉快的小土豆呢 没办法 双胞胎只能化悲愤为力量 共同搭建了个木头栅栏 想着肯定能阻挡他们 结果一只羊 咣当就炸开了个口子 双胞胎怒了 于是又在四周 架起了铁丝网 一碰就会扎死的那种 可偏偏就有小羊不信 为了快乐和自由 他一个跳跃 飞上了高空 眼看快乐近在眼前 小羊幸福极了 可他却低估了自己的体重 咔嚓 挂到了铁丝网上 赶了 兄弟俩都被惊呆了 为了降低损失 兄弟俩赶紧把铁丝网给换了 用石头砸成了一堵厚厚的城墙 放心的两兄弟终于放心了 纷纷睡起了大觉 可万万没想到 这看不到对方 咱还是能听到声音的 这根本阻止不了 小羊追求快乐的决心 下一秒 小羊们纷纷学起了傻袍子 惶惶撞大墙 完了 这下更惨了 死的死 伤的伤 活着的也还剩一口气掉着了 兄弟俩抓心脑干的 终于想到了个好办法 于是他们拿起剪刀 经过七七四十九个小时的裁剪 终于把剩下的几只羊 剪成了不同的样子 两兄弟也终于在合作中 化解了仇恨 和好如初 可万万没想到 小羊居然根据身上毛的样式 区分了种族 这下好了 为了争夺这唯一的青草地 大大出手 所有的羊都这么嘎了 真是太惨了 两兄弟到最后 一只羊也没有剩下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真是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男人想要偷看女孩 却目睹了一场凶案 吓坏了的男人 赶紧一巴掌把自己拍醒 为了抓住坏人 男人立马从后门 钻进女孩的家里 悄悄查看敌情 就在这时 一股浓汤夹杂的生肉的味道 飘了过来 完了 这恐怕是女孩被生吃了吧 男人赶紧跑到女孩的厨房 又听见咔嚓咔嚓的 切刀的声音 为了留下女孩的一块肉 镇定的男人特意吸了一口麻醉剂 掏出自己的M4 下一秒 就在刚刚 男人在家里做小学作业 结果却听到了一声声 凄惨的叫声 男人顿时脑补各种坏蛋 结果却是奶奶在家里 遇到了老鼠 为了解救女孩 男人偷偷浅了进去 刚进去就闻到了排骨味 完了 男人直接不弄 女孩被杀死 并熬成了汤 结果却是奶奶不仅把老鼠收拾了 还继续在炖自己的万年老鸭汤 来不及害怕的男人 根本来不及害怕 立马吸了一口麻醉剂 拿出自己万年防身的M4 就冲进了奶奶的厨房 下一秒 他就射出了致命一箭 本以为肯定是打中了坏蛋 结果却打中了奶奶的汤 这可把奶奶吓坏了 危机时刻 奶奶也没客气 一口大锅就飞了过去 啪击就给男人拍晕了 真是太搞笑了 故事的最后 奶奶不仅请男人喝了自己做的汤 还成了好朋友 这是一颗成精的大酸 一百岁的兔爷爷赶紧把他抱起来 问了一下 这是一家的宝宝 没人要可就是我的了 剑宝宝饿得厉害 爷爷赶紧塞给他一根萝卜 看得那是嘎嘣脆 就这样白天兔爷爷给蒜宝宝喂食 晚上还要陪他玩耍 直到自己精疲力尽 蒜宝宝还是不听话 不仅把兔爷爷地里没有成熟的胡萝卜 都给拔了个精光 还想知道自己为什么和兔爷爷不一样 不是一个种族 怎么可能一样 但兔爷爷早就把蒜宝宝当成了亲人 直到这天 农场里来了不速之客 原来是暗黑魔法师 丑幼 他看见蒜宝宝高兴坏了 原来就在三个月前 丑幼打算研制一种神秘的植物 只要吃掉它 就可以变成恶魔 结果自己实验了无数次 都无法成功 于是他找到了兔爷爷 因为爷爷的农场 生产的果实最丰硕 于是他不仅给了兔爷爷一袋钱 还把它到农场里 剥下了一枚大蒜的种子 结果万万没想到 几天后 这颗小蒜就成精了 爷爷太喜欢这个宝宝了 于是就把钱还给了丑幼 结果丑幼怒了 为了拿回大蒜宝宝 他甩出了无数的泥巴 更可怕的是 这泥巴可以腐蚀万物 危机时刻 爷爷拿出了个大大的提筒 将丑幼的暗黑泥巴弹了回去 完了 这下更惨了 暗黑丑幼变得无比巨大 更加愤怒的要立马吞掉蒜宝宝 下一秒 丑幼居然化成了泥水 再也发不起任何波澜了 从此兔爷爷和蒜宝宝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小粉第一天上班 就遭到了男同事们的嘲笑 因是女孩子 同事们并不觉得 他能胜任这份工作 因此小粉没事 就会遭到同事的排挤 甚至把他当作是透明人 在这里 连门都可以欺负他 小粉难过极了 他想离开这里 当看到自己拼命努力 得来的机会 又看看黑板上的成就 即便是离开 他也要爬到第一再走 于是他想到了个好办法 先是把一堆毛信屯 临到了卫生间 然后拿出支针 拼命的编织 原来他想先融入 男同事的圈子 就必须把自己 变成个女汉子 不仅要在士气上 打倒他们 还要在能力上 超越他们 就这样通过小粉 一次次的努力 男同事不再认为 小粉是娇弱的女孩子 而是他们的战友 小粉也不仅得到了 全公司的认可 还成了宠儿 但小粉却一点不高兴 因为他不喜欢看球 还要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他更喜欢以前刷剧 织毛线团 他不喜欢喝酒 却还要装作酒量惊人 每天还讲一些 自己根本不关心的段子 强装自己是个汉子 直到这天 公司来了一个小黄 开心的样子 像极了过去的自己 小粉这才意识到 为了成功 他失去了太多 于是他决定 做回自己 从此在小粉的努力下 男同事们终于接受了 女同事的存在 和肯定了他们的能力 所以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迎合别人 你只需要努力 因为只有能力 才是你最好的证明